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提前做好准备 今天换轨上路 金融市各处社区筛检站在3月底开设后 累计筛检人数已经超过12万人次 而在快筛羊后PCR确诊率超过95% 因此在全国确诊人数持续处于高原期的情况下 金融市长牛昌支持快筛羊及确诊的政策 并表示金融市已经提前做好准备 只要中央一宣布即可换轨上路 包括三处社区筛检站 五家医院及42间专责诊所 将五缝接轨转型为快筛羊判定确诊门诊 并开放诊所医生 也可以为有需要的民众开立口服抗病毒药物 针对中央即将宣布的快筛羊性及适同确诊的一个政策 那我们金融市已经预先准备好 然后已经协调准备好了 那只要中央政策一宣布 我们就可以立即换轨上路 那我们现在将会由金融市三处的社区筛检站 以及五所医院 还有42家的专责的诊所来进行无缝接轨 那也会转型为快筛羊判定确诊的门诊 除了开放诊所给予一般的一个药物之外 那医师也可以为有需要的一个民众 来开立口服的抗病毒药物 然后这个立即快速的给予相关的一个治疗 那由于前阶段 全国的一个疫情发展的重点是在北部 北北基陶的这个区域 那现阶段中南部的疫情在逐渐升温 那全国疫情朝向高峰来做一个迈进 所以接下来全国的盛行率 也会慢慢的去一致 那所以现在民众快筛羊之后 大概有超过95%以上的民众 都是PCR确诊 那所以现在的一个确诊数 也处于一个高原期 所以我也支持 这个能够加快来推动快筛羊性 几等同于确诊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那刚刚提到 我们目前已经协调完成了 50处的一个医疗院所 可以供民众快筛羊来判定确诊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明天政策一宣布之后 能够加速大家的一个确认 然后也另外可以立即给药 另外针对儿童疫苗施打规划 牛昌提醒满五岁的学龄前儿童 不管是正在公私立幼儿园就读 或善未就读者 5月30号起都可到 十家专诊诊所预约施打 我们基隆市年满五岁的小朋友 不管你是在公托 还是在私幼 还是你未就学 在5月30号呢 你就可以到我们基隆市 十家孩童的 BNT专诊的诊所 来进行预约的一个施打 所以我提醒大家 30号呢 5月30号就可以开打 所以近期这几天 你就可以开始进行预约的一个动作 而为了提升长者施打疫苗意愿 中央宣布6月底前 65岁以上长者接种 除了可获得500元礼券 再加证两剂快塞四剂 基隆市政府方面 则宣布再加码多送两支快塞四剂 也就是基隆市65岁以上的长者施打疫苗 可一次拿到四支快塞四剂 另外对于确诊重症病童 基隆肠业院方面也加设儿童ICU1床 还有12床成人与小儿混合专责病床 以收治儿童确诊者优先 希望透过相关医疗设施加强 避免汗事再度发生 记者张启腾 基隆报道 再带你来看 基隆首位确诊议员张浩瀚 隔离其满 解隔 前一天晚上在脸书直播分享 关七天的感受 针对近来全台陆续发生了 儿童确诊送医不治事件 因此建议市府要设置儿童专责的集中检疫中心 让确诊儿童还有照顾者一起收治 基隆市议员张浩瀚 25日隔离其满 前一晚透过直播分享关七天的感受 一般的感冒我们大概都会两到三天 大概症状都可以根除 但是这一次的一个 你看我到现在第八天 我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尽量还是要维持自己的一个 一个一个跟家人的一个距离 跟朋友的一个距离 这样才可以确保彼此都是健康 彼此都是安全的 因为家中有长辈又没有单独的胃育 为了避免传染给家人 才申请到检疫所区隔 但陆续看到全国有儿童确诊送医之后 仍然救不回的悲剧 让他有感而发 建议市政府可以设置儿童专责集中检疫所 我想儿童集中检疫所的最大的一个优势 其实因为像现在只要是我们家中有任何小朋友 有身体要的有症状的时候 他到医院通常还要经过一到两个小时 有可能医生才会立即来出来 来判断他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 如果说是在集中检疫所的过程当中 如果经常立即的一个反应 我们的如果小朋友可以立即 受到医事人员的一个 看样他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情形 那来做一个判断的做一个分析 是否是现在是以开药的方式来做诊疗 或者是说他必须要搭配后送的机制 立即到医院可能进行住院的相关的一个治疗 我相信借由专业的医师来做这样的办法的时候 会加速小朋友在做所谓的身体状况的一个判断 那对于我们后续的小朋友的这些生命身体的一个保障 会更加的一个会更加的一个扎实 那避免在之前这样两岁的孩童 那因为没有接受到可能立即上面的治疗 或者是经过还要多方的一个转诊了之后 才可以决定要不要收纳 甚至在基隆会没有这样的一个 当时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空间 那导致他的生命因此而做丧失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惋惜的 所以在这边也要建议市政府 那针对于所谓的儿童专责的集中收支中心 进一步的来做一个考虑 张浩瀚抛出这个想法 25日回到议会也获得其他同事的支持 在几周前疫情到爆发的时候 那非常紧急的状态下 我接到一通电话是80岁的阿嬷 还有1岁的孙子 两个人都确诊 但他们不符合重症的要件 所以到医院的时候 他们是没有专责病房可以进去的 但是两个人其实都属于高风险区 那阿嬷电话中间就说 滋味啊 如果西温这一回的孙子会怎样 那时候呢我们就做了一个紧急措施 我们市政府就成立了一个叫加强版防御旅馆 也就是专门收支不符合重症、中症的要件 但它又不适合在居家照顾 那加强版防御旅馆就是有护理人员 来随时来监测我们这个祖孙的状况 我想这样子的状况非常适用在我们的 儿童专责的空间 因为儿童小朋友我们现在没有打疫苗 那我们应该要有一个专门让儿童来做治疗 然后家长也可以一起在那边照顾的 因为你如果是五岁以下 基本上小朋友一个人在那边 家长也不会放下 那因为小朋友的这个状况突然起伏比较大 他可能这时候没事 可能过两个小时 他突然就是要飙升到发烧到四十几度 甚至可能会出现痙攣的状况 那有时候家长其实会有点不知所措 就是说他紧急送到急诊室 可是可能也还是要等待 那就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来做小朋友的 医治或是说给予评估 那如果有集中检疫所的区域出来 如果是专门儿童的部分 幼童的部分 那医生可以经过第一时间的评估 如果说只要用药物控制就好 那就是可以给予药物的治疗 那如果紧急有状况 其实可以马上来做第一时间的救治 那家长也会比较安心一点 不然现在很多 其实我们服务处 也接受到很多家长的这个症情 就是小朋友突然在家里面 发烧到四十几度了 然后也出现痙攣 甚至是有腹泻的状况 和呕吐的状况 那他们不知道到底要不要送急诊 那可能到底要先观察 还是说先是睡觉先观察 还是说直接送急诊 那送到急诊去 其实就像我刚才所讲的 到医院之后 他可能也是在急诊室也是叫你等 你没有办法有一个专门是 为儿童所开设的这个 诊间的话 其实是对有时候 我们会看到新闻之后 不希望发生这个憾事 就是说像之前的两岁的 小朋友的死亡案例 或者说很多 其实现在目前小朋友的状况 其实就是一直有很大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希望说可以 像整个张浩安 张艺员讲的 现在关于处理儿童 Community確診的犯 他的核心其实是在 在中重症的一个收治 希望能够 能够有一个快速的一个通道 快速的处理 快速的一个收治 尤其在重症的一个专责 而加强情的防疫专责旅馆 或是集中检疫所 其实本身不管是中央或地方 均没有设置儿童专属的 那事实上这一部分 都有成了那个陪同 可以一起进集中检疫所 或是加强情的防疫专责旅馆 那边都有医护做一个照顾 虽然以台湾目前的医疗量能 各县市要由专责的小额科进驻检疫中心 恐怕有难度 但基隆首位的确诊议员 关七天 抛出了想法 只希望儿童不幸的憾事 别再发生 记者黄烧铭 金融报导 会员祝 一直到辞 所有人 和铃得 都不幸的 都不幸的 你们要想怎么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谢国良指出相信自己有能力 可以大幅度的改变基隆 让基隆成为一个世代共融的台湾头 基隆市前立委谢国良 25号下午获得国民党中常会正式征召 参选年底的市长选赞 而共同被提名的还有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 南投县长候选人许淑华 基隆来说 如何在就业上逐步的在地化 是需要跟未来的万安市长一起来合作 台北也有台北的需求 对于内湖科学园区 现在是相当的拥挤 基隆未来我们所打造的就业基地 可以跟台北来共同合作 所以我们一起努力把区域上的整合作 未来要跟万安市长 跟投影会问津是一个对于基隆的弱势 关怀的一个措施 我们目前已经约好了 让基隆市共享一下 通过今年来提案 对于弱势 对于中立所有的染疫的朋友 要进行确认 这样也可以把时间跟行程拉起来 不需要等到我就任以后 带来提出相关的关照 对于目前这个部分 一致锁定弱势 我们会终低收入 积极地在进行的办法 记者黄日生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的设计 我觉得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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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起来啊 行…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吗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来 赶快吃饭了 妈 谢谢你每天都为我们做这么多 嘴巴忽然这么甜 是不是想要什么 我今年初刚买房 但最近好忙 没时间缴房屋税怎么办 这么简单的事有什么好烦恼的 现在缴税非常轻松 就算不出门也可以 只要下载行动支付 或电子支付业者的APP 扫描税单QR Code 就能快速完成缴纳 还有这些管道都可以任意选择 管道变点超有感 轻松缴纳好放心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祭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香火鼎盛的死云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加强取缔改装车 不过警察局没有事 目前环保局只有一套噪音检测设备 因此希望环保局可以再增添一套设备 协助警方来使用 改装车在夜晚横行在基隆市相关路段 发出的噪音严重影响民众安宁 市议员在议会职讯时要求警察局要持续加强取缔 希望可以持续加强取缔改装车 这个无论是市区或是各个区域都应该市民非常关心的议题 那我们知道有基层的警员同仁 其实都在跟我们抱怨说 都没看到环保局在出动 都是我们警察局的业务在做 但如果真的是这样 府内我们针对环保局跟警察局 针对这个改装车辆噪音的问题 有了具体分工的共识了吗 这边还是要请我们的同仁 还是就是加强的蓝检 因为你有蓝检 一定会有一个褐阻作用 让这些喜欢聚集晚上 不睡觉的 然后有改装车 并并并并并这些的车辆 可以有效的褐子他们 知道说这个地方有加强蓝检 市民朋友也是 他们被吵的睡不着 他也是打电话给我们 那我们也是要接受陈勤 那在这里呢 也要拜托我们警察同仁辛苦你们了 来帮忙取缔这些业车标车组 我希望是不是年底能够再编列一台 因为你如果没有让民众 这些改造机车组 或是这些改造汽车的这些民众 你感受到说我们一个加强执法的这个力道 他还是这样 我是觉得不要说定时 定时他们会闪的时间 不定时的哈 就是说可以棄查他们的 那个整个车子的噪音 因为老实说我住在安一路那地方 每天晚上幾乎都有车手呼销而过 而且是蹦蹦叫 我发现好像越来越多了 警察局长刘耀钦达巡实则表示 虽然警方已经有派送交通队四名人员受训 取得噪音检测相关证照 执行改装车噪音取的情况成效也不错 但是因为目前环保局只有一套噪音检测设备 因此希望环保局可以再增添一套设备 协助警方机动性使用 那因为受限于监理跟环保人员 他上班的一个人数以及时间的限制 所以说我们就提出 由我们交通队选训的四位专职人员 受训取得噪音检测的证照 那以后他就可以来操作相关的噪音器 来执行机动的一个查查的工作 那这部分成效非常的好 我们从4月1号开始执行 我们总共出行了4次 那也取缔了39件有关噪音违规的案件 那对我们照应的取缔有相当的帮助 那也议员会说 这个成立的状态消息只有执行到4次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刚才议员有讲到 我们现在全基隆市只有一套噪音检测的设备 那这套检测设备目前在环保局 那如果要使用的时候呢 还要有环保局来配合 所以说我们有建议呢 环保局再增购一套呢 来配置到警察里来使用 来提高我们机动性 这个部位要跟议员特别的说明 可以特别的说明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第一个会有一个夹链带 然后会有一个四季 这个是封起来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 等一下可以戳笔字的 前面有一个这个棉花 另外还有这个四季 还有一个盖子 那这个是你会拿到的东西 那不过我有一个小撇步 可以介绍给大家 就是我还会准备一个这个 这个夹子 然后另外把这个便利贴也都可以 然后把它做夹这样子 那这个什么用呢 你夹这样子用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四季 把它先放在这个地方 让它固定住 好 那如果你不清楚 你也可以打我们的 这个爱心筛检的咨询专线 2425-1560 或者2425-1570 或者2425-1580 那会有专人来跟大家 来解说跟服务 好那我接下来就跟大家示范怎么做 在家里面怎么做这个快筛 以后可以强化我们自主 健康监测的一个能力 打开 然后 这个是塑胶的棒子的尾巴 然后棉花在前面 要记得 拿起来都不要碰到它 然后 两边的鼻子 你把它伸进去大概2.5公分 然后大概 这个把它稍微 这个动一下 好 然后就把这个 里面有液体的这个四季 然后把你的这个彩样 把它放进去 然后呢 就把它 搅 搅 搅一分钟 好 我们把它一分钟 时间到了 我们把它拿起来 然后接下来 因为这个棉花棒 会有沾到这个四季 嘛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做 这个 筛检的动作 就把这个 已经弄好的 这个四季 把它 放在这个圆圆的这个地方 好 橢圆形的地方 那我们要D 不要超过5D 大概3D到4D就可以了 等这个四季 跑15分钟 好 这边有一个C 有一个T 好 那我们看到 我的检验的结果是 阴性 好 就是C这边 表示已经做完了 好 那如果 这个 你是在T这边 也有一条线 那这就表示 快篩 这个阳性 如果你是快篩 阳性 那这个地方 会有两条线 那你也不用紧张 那这个 同时呢 你也把你的这个 这个四片 把它放到这个夹链袋里面 好 放到夹链袋里面 然后把它封好 好 封好之后 打我们的24小时 快篩阳性 通报的电话 24565861 24565861 那打了电话之后 我们的这个 这个卫生局的同仁 就会安排防疫的这个 这个计程车 然后你把这一个 做好的这一个 这个试剂 你要带着 好 然后把你的箭袍卡 也带着 然后到 我们的PCR的一个 筛检站 会安排 你做PCR的一个 彩检 那由于 我们这个专案呢 这个防疫计人车 是免费的 所以快篩的一个使用 其实非常的一个简单跟方便 我相信每个人只要操作过一次 其实在家里都可以自己做 所以也把这个怎么样做快篩 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参与我们的计划 然后把自主的健康监测的能力把它提升 那希望我们的疫情能够正常化 然后能够早日的去过正常的一个生活 好 谢谢大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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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